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启聪 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呢 就是今天呢 陈信党有一位领袖呢 他建议了一个奇招 这个奇招呢 就是呢 在接下来这六周选举里面呢 这个既然丹跟丁加努呢 这两周呢 西蒙的陈信党如果要上阵的话呢 就不要再用西蒙的旗子上阵了 而统一改用这个国阵的旗子战胜 到最后促成了这个国阵跟这个国盟的旗子一对一单挑 OK 在我吐槽他这个奇招之前呢 我先跟大家分析一下 为什么这位陈信党的领袖呢 会有这样的建议 其实他这样的建议呢 在战略上其实是可行的 怎样说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呢 这个西蒙啊 现在在马来社会里面 可以说是票房毒药啊 这是我们公认的事实啦 我们也不要 不需要 避讳这件事情啦 OK 所以呢 这次进党的领袖的算盘就是这样 如果他们顶着这个西蒙的旗子呢 去到吉兰丹丁加努中啊 完全马来人的地方啊 竞选的话 简直就是送死了啦 去竞选也是竞选爽啦 反正肯定不会赢了啊 OK 但是呢 如果啦 如果啦 是用国阵的旗子去打 用巫统的旗子去打 然后呢 选民分不清楚 这个到底是国阵还是西蒙 啊 看到国阵的旗子就投下去的话呢 说不定还有一线升级 啊 说不定呢 啊 这些西蒙啊 的成员党啊 尤其是这个 陈信党呢 如果有被分配到一席的话呢 啊 暂时呢 借用这个国阵的旗子还可以侥幸的赢下一两个一席 啊 它的算盘就是这样啊 简单来说就是 你用 西蒙的旗子上 保死啊 啊 西蒙对马来社会来说就是票房毒药 啊 你用国阵的旗子上 可能还有一线升级 啊 你要破那些选民啊 分不清你到底是国阵还是西蒙 啊 OK 所以在战略上是肯定行得同的 但是我要说但是啦 这就是我吐槽的地方来了 OK 首先 在我们这个团结政府里面 啊 这个西蒙跟国阵 我想问你谁是主谁是客 西蒙是主 国阵是客 啊 而且呢 国阵这个客呢 还不是永久性的客是暂时性的客 他几时会离开会单飞我们不知道的 啊 OK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团结政府呢 西蒙是主这个国阵是客 但是呢 今天呢 啊 这个陈信党领袖呢 他的建议呢 就是呢 跑道去吉兰丹跟丁家努的时候呢 啊 就反过来 是国阵是主 然后西蒙是客了 其实 你认为 这样像话吗 我认为是很不像话 啊 啊 今天看到这个新闻啊 啊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呢 啊 你干脆 陈信党去加入国阵好了啦 这样也往中 啊 啊 西蒙的旗帜你不要用 你要用 国阵的旗帜 啊 你干脆加入国阵啊 啊 我是这样的想法 老实讲啊 很直接的 就是这个想法 啊 以前呢 公正党啊 坚持要用自己的旗帜上升 OK 那起码还是自己的旗帜 现在你是要用 国阵的旗帜 我都不知道应该吐槽你什么了 啊 我只能告诉你 不要忘记你的身份 西蒙是主 国阵是客 啊 你不可能啊 啊 去用 客 的旗帜上升了 虽然在战略上你认为 你这样来做的话 你在这个东海岸呢 你可以 有一线升级 赢一两个一席也好 啊 啊 但是呢 啊 我个人是认为呢 啊 在 整个 大环境之下呢 是不应该这样来做的 啊 为什么 啊 因为呢 这个国阵的旗帜呢 跟你的旗帜其实是完全没有关系啊 你是西蒙 你不是国阵 啊 国阵也不是你的正式的盟友 啊 现在最多只是合作伙伴吧 根本都不是你的 这个联盟里面的成员啊 不要搞乱啊 所以呢 我是很反对所有的 西蒙成员呢 用国阵的旗帜上升 根本就不应该 风马牛不相及 啊 天跟地呢 啊 是不应该呀 搭在一起了 啊 OK 所以 最后呢 我还是说那一句了 啊 啊 啊 就是呢 成信党的领袖们呢 在大事大费的面前呢 啊 要呢 啊 站得住 啊 啊 啊 反正啊 北马四周是已经去的了 啊 啊 北马四周给你赢到一两戏有什么意义 还是一样是回教党的地盘 赢来一两戏有什么用 啊 我是觉得完全没有用处的 北马四周给他去啊 是我的话呢 啊 我是认为啦 啊 北马四周 我们如果是已经无力回天的话 我们就不要做 无谓的挣扎 啊 我们 顾好 北马四周以外的地方 也就是中马跟南马 顾好来这些盘 不要让回教党有机会 可以啊 趁机南下 啊 先顾好我们自己的防线 北马四周 我就像我刚才说的 给你赢来一两戏一点意义都没有 啊 执政党还是回教党 啊 所以不要为了那一两戏呢 啊 而 跑去用这个国阵的旗帜上升 太丢脸了 跟你讲了 国阵跟西蒙 其实到现在仍然是格格不入了 我还是要老是跟你们讲 啊 我还是相信到了下一届大选啊 国阵跟西蒙是不应该合作的 国阵是应该要担飞的 啊 好 所以我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